第二位是劉佩山女士 大家好 今天是劉昌雄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来介绍今天状况的辩识 第二位是劉昌雄先生 第二位是劉昌雄先生 三分二十五分钟各按0 三分五十八五十九四分钟再各按0 继续建码建设即因停止发言 否则是劉昌雄先生 再继续理想一分钟后 由正方上台升论 一分钟后採取到五十六分钟再加尾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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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铽放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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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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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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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teles 观看!!!! 請開始計時 你好 各位好 請問張貝歐 我問一下 凌方最主要是反對駐軍就是一個理由就是認為說 台灣一戰駐軍可能會致使那邊的威...劍拔張魯的氣息再度升高 導致大家的一些緊張局勢再度升高 我們想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是凌方誤判警示 真正的緊張局勢是凌方搞出來 所以張貝歐 凌方覺得我方駐軍不會導致這樣的情況嗎 沒錯 是 沒關係 張貝歐 至於我們的66億就是放置在太平島上面這些軍備 我們待會有惡變好好向你們詳細解釋 好 請 其實接下來的對張貝歐 我們請... 至於剛才說的一些論點我們請先討論的張貝歐 對張貝歐 你們剛剛說 中國和越南最近是已經開始做下來是要好好的和平台灣 沒錯 我們連他的內容都有 OK 張貝歐 那我問一個問題啊 那台灣究竟在南海的地區再有什麼樣的地位呢 對張貝歐 你誤解我舉這份資料的意思 我舉這份資料的意思是告訴大家 南海局勢不如同你方講的現在是劍拔女裝或是走向更加深高的局勢 我們是走向穩定和平 這是現在南海局勢的框架 也是他們判斷作為的框架 美國最後路... 美國最後路沒有就直出說 越南對於台灣太平島有進攻的意思很異難 我們可以來記憑一下 資料稍後就在聊 你先看小局說 2001年7月30號 是對方沒有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越南對於局勢現在不是這樣子 南海局勢風雨滅花一直在改變 現在我們的狀況是我幫舉牌告訴你 在2011年10月12號的資料這個是他們真正的國家的改變狀況 是的 對方便喔 但我方不排 但尼方也不能夠排除說 越南一定不會攻擊太平島啊 對 對方便喔 剛表示了 就讓我講一下 我方出去只是為了買個保險而已 萬一真的有人攻擊太平島的時候 尼方該怎麼辦 就要買喔 對方便喔 我們的意思就是 你能買保險才是捅樓子的狀況 對方便喔 我們想講的最重要的狀況就是你 你以為你在買保險 對方便喔 其實這樣要自我實現 因為你本來沒那麼簡單 你把它搞那麼緊張 好像我買保險 等一下 假如今天在小學裡面 有個同學跟你講說 欸 我要揍你喔 所以對方便喔 你會說 欸 你來揍我 你來揍我嗎 還是你會擺出防禦姿態說 欸 你可能會揍我 所以我要防禦 對方便喔 我要揍我 就進行防禦動作 對方便喔 我是覺得 如果你把國際局勢變成跟小朋友的兒戲一樣 我會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最重要的重點是 他們各國是怎麼判斷的框架 而且 國主安全不能 我們不能太過於樂觀 太過於鳥視 我們該以對方便喔 最被關的姿態是因此的 對 正是因為我們夠消極 我們夠悲觀 我們夠正式問題 我們才告訴你 你以為的買保險其實是在同樓子 對方便喔 那沒關係 我繼續下來討論 是 那你可以回復剛才的問題嗎 是 台灣該如何正式進入 南海的一些 那個主權和利益談判 對方便喔 我們要怎麼去參與 南海事務幾種方法 第一種 現在其實我們已經 跟中國海洋石油公司 先進共同開發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分別的方式 我們要告訴大家是說 我們一起被排除在東邪之外 是 就是他們那些南海國 他們好幾次召開會議 台灣都一直屬於是邊緣化的狀態 對方便喔 民方的不助軍 代表在國外的認同是說 我們已經放棄在這個地方的主權 對方便有 對方便有 第一個 不助軍跟放棄主權 完是兩回事 你不能自然解釋 第二個是 你告訴我們你想要加入 可是你完全沒有論證 為什麼你的方式可以讓我們加入 對方便沒有沒關係 我們這個二邊的時候 會詳細跟你論證 當然我們一邊不好論證 沒關係 我們一邊論證是 就是二邊會加強補數 而且 而且更重要的是 更有可能是 因為你的這個行為 使他越緊張 對方便沒有 而且他絕對你根本就像北海一樣 會到小孩有糖吃 對方便沒有 反而不給你糖吃 你剛剛從王道尾詞推論 你有一份政治資料告訴我們 國際政治就是沙盤推演 謝謝各位 請正方二面上台神論 請正方二面上台神論 請開始計時 問問大家好各位 首先就是我們先回來 解釋一下雙方 為何要駐軍的理由 在反方便有他們的狀況之下 他們認為南海的局勢 天天都在改變 而依照現在的局勢來看 戰爭或是用武力 所以訴求我們得到南海那邊的主權 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橋流跟被子 但是武方的狀況之下 其實武方再度重生 武方的駐軍其實基於幾個理由 第一個是 我們認為在那邊的海巡署官員是不夠的 因為海巡署官員他們負責的是 所謂走私、海盜 那些比較像警察性質的業務 而軍人是要保衛國家的動作 但剛被我那邊質疑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他認為武方現在貿然駐軍這個行為 其實會破壞南海那邊 現在目前看起來 有一點點要邁入和平的那個狀態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事實上其實並不是像對方便有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其實我們駐軍的理由 我們會希望說我們駐軍其實並不是要增加那邊的緊張 而是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握有一些 政治、外交、甚至軍事上的籌碼 讓我們以便他們會來在和談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入在那個談判桌底下 因為我們來檢視一下現在的狀況 到底是不是像狀況便有所講的一樣 沒有錯 現在狀況的確是像狀況便有所講的一樣 戰爭已經不是那邊所傾向的局面 但是他們所謂的和平是什麼樣的和平 他們的和平是所有南海的國家 雖然談判桌上面談判 可是唯獨缺少了台灣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們認為台灣並沒有任何威脅性 其實我們今天攻佔了太平島 台灣也不會有任何作為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軍隊可以宣示我們在上面的主權 如果有一天對方軍隊的心門塌戶的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訪問自己的能力 為什麼我方其實會這樣講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份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論文指出 它那邊指…不好意思 是那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論文指出 他指說各國就是力爭維護拓展南海上利益的時候 已經成為亞太地區分量的獨立一級 而中國為維護南海主權所進行的各項作為 以使南海國家感到重大的威脅 並更積極的尋求合作的方案 而且紛紛擴張自己的軍事裝備 以因應未來在南海可能面臨的談判或者是衝突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國際形勢是怎麼樣 的確是像對方便有所說的 大家希望坐在和平的談判桌上面談判 但是今天大家在談判 和平的籌碼是什麼 每個人都在南海握有自己的軍事裝備 每個人都在南海握有自己的一些談判籌碼 但台灣呢 台灣什麼都沒有握有 我們只有海軍署 只有警察在那邊守護 我們並沒有集合軍隊 當有一天真的坐在談判桌上的時候 台灣會是被忽略的一個 第二個是 就是大家紛紛進行軍備擴張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認為台灣沒有任何重做 其實有一點點在 因為就是國際上面有 就是大家會覺得就是台灣其實沒有那麼在乎的時候 誰還會來在乎我們國家的主權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要應起來的是 在那邊駐軍 我們要告訴我們要讓國際知道的是 我們並不是希望引起那邊的任何衝突 我們也不希望成為破壞和平的緣衝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其實只是希望 我們能夠幫自己握有一些談判的籌碼 以便我們未來在桌上那個談判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行之地 那對方便有說我們的方式不足輿論證 我們會被加入 但是想起對方便有解釋的是 那對方便有什麼都不做的消極行為 會讓人家肯定台灣在太平島上的主權嗎 會讓我們以後在談判的時候 被加入談判桌的一方嗎 我方認為我方 我方比對方便有更有機會 也更具有軍事外交上的籌碼 可以坐在那個談判桌上 我聲樂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反方三遍上台質詢 不停 對方便有您好 好 這樣各位大家好 首先請問題的問題是 現在您幫確認 您幫今天的目的到底是 最後要促成和談 還是說您幫判斷即將要開打 所以要有軍事上的防守力量 我方認為我方希望有和談的和平手法 但是如果今天開打的時候 我們也要有能力訪問我們的郭度 所以重點是 好那剛才我問你 那你排序一下 如果今天你駐軍 有防守力量可是阻礙了和談 那你選擇的 什麼意思剛便 因為我說如果我方推斷了 你駐軍之後 人家反而覺得你像北韓一樣 剛才還斬斷了六方會談 剛才有讓我解釋一下 剛才有必要解釋 剛才我排序就好了 先告訴我排序 因為這個很簡單 兩個東西他們都不會有衝突 我方認為駐軍並不會造成軍事衝突 因為南海各國都已經駐軍 他們也沒有造成軍事衝突 所以說 民邦進來的關鍵是因為 民邦認為駐軍不會升高衝突 即使升高衝突 那也是我們保衛多圖的一個籌碼 那下一個部分想跟你確認的是 民邦今天認為 我方駐軍之後就會有籌碼駐成和談 我方認為大概到那個籌碼 我們也不能守 剛便我請問的關鍵問題是 民邦認為我方之前在南海 所以不能和談 最大的阻礙到底是 中共在國際上的打壓 還是沒有駐軍 因為我們的主權始終不能 被各國任 然後沒有 回答我的問題是 中共在國際上的打壓 還是因為沒有駐軍 中國打壓 因為他會用駐軍 好那下一個問題 剛剛有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那我方駐軍之後 中共會不會就不打壓 中共不打壓 但是我們要讓 因為打壓 剛剛沒有 我的問題是 如果我駐軍之後 如果我駐軍之後 剛剛沒有 聽清楚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民邦駐軍之後 中共會不會停止在國際上打壓 我們加入 這種外交上的會談 會不會 對方沒有 我方不知道 也許會 也許不會 你們幫個答案是怎樣 但是對方沒有 南海那邊的問題 不只有中國而已 還有菲律賓 那些個地方 你不能忽略 剛剛沒有 我們要忽略他 剛剛沒有 那往下討論的部分是 我們現在在亞太區域 有幾個 關鍵比較有的APEC 才說好 我們現在有加入APEC的會談 剛剛沒有 我們在加入APEC的會談之前 請問在亞太地區 有投注了哪些軍力 是因為我們在亞太地區 投注了大量的軍力 說我們加入APEC的會談 是嗎 當初的發展是這樣 是嗎 當初的發展是這樣嗎 就是 我們在亞太區域 目前唯有加入 比較大的 多邊協商組織 是APEC沒有錯 對 好 那我們是從沒有加入 到有加入 對 那這個我們在亞太區域 唯一的case 請問當初在加入前 我們是不是因為 在亞太區域部署了 例如說開始把我們的潛艦 海軍 在亞太區巡翼 或是部署了更多飛彈 讓我們可以加入 是這樣發展的嗎 那邊有一個一個來嗎 是不是這樣發展的 當初我方不瞭解 為什麼你方會這樣說 我只是先確認一個 當初沒有可以讓我解釋嗎 因為APEC跟軍事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沒有沒有我先確認一個事實而已 可是當初我方認為 你不能這樣做比較 我還沒有 因為經濟上的東西 是因為經濟所趨 對方沒有 對方沒有 不要急著解釋 平方在南海想要再有一起之地 未來是不是想要做經濟發展 以及現在南海各方會談 各國要爭了 到底是領土還是共同開發 大家想要共同開發 共同開發 所以最終它想形成的是經濟會談 可是你沒有 東協跟中國的 對方沒有你忽略了 對方沒有 我們在亞太地區的 方沒有 他還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我方剛才有解釋 他是重要的戰略地位 我們在亞太地區 佔的領土也大 可是只要我在經濟上的實力夠 是不是我就有機會 加入這個多邊會談 所以說 對方沒有 他不是國際貿易 他只是要開發一個地方 即使你有很大 像日本 日本他經濟力也很長 可是他那邊沒有領土 他就不能開發 所以我們要有領土 對方沒有 我們有領土吧 所以您方要證明的建議是 是不助金爐被站走 他有辦法達成 您方公有望的避害 謝謝 各位面言 謝謝 反方二變 上台聲論 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今天正方想要告訴大家什麼 正方在一變的時候他想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想要建構一個很強的武力 去嚇阻敵人的進攻 這是一個層面 安全層面上 他方想要駐軍的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他方在二變的時候 抛出了一個很大的議題 他想告訴大家的是 如果我們在上面有駐軍 我們就可以在國際上增加我們的籌碼 讓我們在國際政治上有一席之地 好這兩個層面我們分開來討論 第一個 他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威嚇的能力 我們要增加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保住這個島 我們的一變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這剛好恰恰相反 第一個 現狀之下 我們的走勢是走向和平的 這目前從越南跟菲律賓的協議 或是大陸跟越南的協議 都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在那邊主要的這張國 都不願意用軍事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今天逆勢操作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給人家一個口實 是你不願意在那邊 加入建構一個和平的基礎 反倒是你想要在那邊 用強大的武力來威嚇別人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有可能會做到什麼狀況 第一個軍備競戰 因為就如同他方剛才剛才講 當大陸在那邊增加軍隊的時候 越南也要增加軍隊 所以結果大家在每個國家 都不是別人的回從 大家都會說 我只是要保護我自己的領土 越南也說要保護自己的領土 中國也說要保護自己的領土 可是不會有人不相信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誰在那邊增加軍隊的 誰就是對我的威脅 好 那接下來看來他方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好 那我們增加軍隊了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可以做 就是可以增加我們談判籌碼 就從我剛剛質詢也就告訴大家的是 今天就算我們把天空飛彈 所有的飛彈通通部署在他的領導 我們也不會加入任何的 國際的組織的談判 為什麼 因為真正的重點 不是在於我沒有能夠駐軍 而是在於我們國際現實上 受限於中共的打壓 在中共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 我們不可能參加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的談判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要回來看一個第一 什麼利益 經濟合作開發力 經濟合作開發不見得一定要主權國家 所以我們可以加入APEC 可是這個時候 政方的做法是什麼 政方的做法在上面增加軍隊 跟增加武力的時候 在國際上的影響是不好的 因為別人都在談和平 你在那邊增加武力 這時候你要告訴大家說 台灣是在南海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嗎 顯然不是啊 你原本說你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 可是你現在又把軍隊派得上去 甚至未來你想要嚇阻敵人的時候 你有可能再增加更多的武器跟裝備 去增加軍備競賽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想要說 我們在這邊是個和平開發的立場啊 等等的 我們想要加入這邊的和平的資源看看啊 為什麼越南要讓你加入 為什麼大陸要讓你加入 為什麼菲律賓要讓你加入 為什麼菲律賓要讓你加入 顯然是不行的嘛 如果你今天連這一點基本的態度 或是什麼都沒有辦法做好的時候 敵人他們對你的敵意這麼高 他怎麼可能讓你去分南海一杯歌呢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回來一個概念 與其在軍隊上不斷增加我們的實力 看起來好像很可怕去嚇阻別人 造成別人的威脅感 然後再來增加雙方的軍備競賽 提高我們的負擔 增加我們的負擔 不好的 再來是為了經濟合作開放 我們應該放低姿態 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告訴大家說 這個地方我們台灣是有一個和平的發展的絕望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開發 而不是用一個意脈很偏真的方式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那邊駐軍之後 我們就可以獲得國際地位 我們就不再受中共打壓 我們就可以跟越南跟利兵和談 甚至建立邦交嗎 這顯然都是不可能 而且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尤其只要我們在那邊有海巡 在那邊助手彰顯我們的主權 我方認為這就夠了 重點是在彰顯主權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要獲得更好的經濟利益 謝謝 正方一遍上台質詢 一個問題 可以 東方變領 您好 東方我先幫孝明 wholesale 沒錯 你幫論點喔 你幫論點 你幫現在的態度是 你幫對於南還是姑息的態度 在你幫�為說 第二點是 你幫本也說 其實只要經濟上第一 才能帶來 competency 挺重要的 方便攘 是不是 方便攘 是不是 方便攘 crossed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今天我幫助呼吸 我們連海群都不用派了 你懂嗎 所以今天我幫幫助 在情況下 您幫不會有所作為嗎 您幫對南韓圈道就是 我幫認為現況的趨勢發展是良善的 所以我幫助認為需要做任何過壞性的動作去干擾發展 您幫一邊舉了一份資料告訴我說 中國和越南簽訂的合併條約 您幫我可以告訴我說 為什麼他們又要簽訂合併條約嗎 是不是因為他們上面有軍隊 他們是不是因為知道軍備競賽不能 他們才知道要簽談平條約 對方便有不對 今天簽和平條約的目的 不是因為大家彼此軍備競賽的問題 如果今天說真的要打算 對方便有 您幫在一片論述是不是告訴我說 因為中國和越南是南海的最大的軍備擁有國 所以他們才要簽訂合併條約 他們認為說這樣子不能發生戰爭 對方便有不對 對方便有 並不是因為他的軍備的問題 而是對方便有 大家看到了 在這個地方有很好的經濟利益 如果你在那邊去做紀律無端的軍事的爭執的話 大家都沒有辦法談共同開發 只有我們先確定了和平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才有共同開發的可能 他們的順序是不是因為他們先有了軍備 後來發現軍備不行 對方便有不對 軍備一直都不是前提 前提是共同開發 為什麼他們要和平開發 如果他們今天都沒有軍備威脅的話 他們為什麼要不想理誰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軍備威脅的話 那我直接去開發就好了 對方便有不對 而是 對方便有現況之下 不管越南他在那邊有沒有增加軍隊 他在那邊現狀之下就是有軍隊 而是 不管今天他有沒有增加蘇凱27 駐海30 他們要買紀錄級天井 那都無所謂 因為實際上他就是真的在那邊控制的 所以今天就跟他在那邊做警察也是一樣 他也是實時控制那個島 所以你實時控制那個島 你要合作開發就是要和談 對方便有 告訴我他們到底是有沒有在駐軍在上面 對方便有 告訴我有沒有駐軍在上面 重點不是駐軍 重點是實時控制 實時控制 對 他們現在有沒有駐軍在上面 對方便有 他就算不駐軍 他實時控制還可以 對方便有 你還是迴避我問題啊 他們到底有沒有駐軍在上面 對方便有 他們有駐軍在上面 他們是不是因為軍事擴張之後發現緊張 而簽了和談條約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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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知道說我們當初原本在太平群島原本有駐軍嗎 對方便沒有 是 說我們簽了一個協議是我們認為說 我們應該跟東南亞各國表現出和平的表現 誰才是撤軍嗎 我們沒有簽這個協議啊 對方便有在2002年是不是有跟東南亞簽 我們應該是 對方便沒有簽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用一個南海 好 對方便有 對方便有 我們是不是因為我們想要秀出我們對南亞和平我們才撤軍的 對方便有 是沒錯 對方便有 我們在撤軍的時候 那他們是不是有在上面駐軍 他們是有在上面做軍事活動 他們是不是有在上面做更多的危險 對方便有 這不影響我們撤軍的原因啊 對方便有 其實在今天你認為說您幫我們和平 我們沒有說那邊的駐軍可是他們卻在不動駐民 這您幫認為和平嗎 對方便有 來來來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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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您幫認為說今天中共打壓 我們今天就在上面駐軍 中共還是會打壓我們 所以您幫意思說 中共會打壓我們就不用在台灣等到駐軍嗎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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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想要告訴你的狀況是 今天你想要用一個主權者來談判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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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軍方式爭取主權是不通的 對方便有 那不然我問你 如果一個國家只有經濟沒有軍力 其他國家為什麼要理你 他直接把你打下來就好啦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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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上這種事情 不是像你想的這麼簡單 1加1等於2的事情 它有國際影響的 謝謝 對方便有 等一下如果用麥克風的話可能要麻煩就是稍微靜聲一點 就是這個 後面聽得到嗎 請正方三遍上台聲論 火龍戰場各位 我稍微整一下目前的戰場 我發現反方有兩個不能做不到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荒謬的地方 先說荒謬的地方在哪裡好了 剛才沒有先說 目前東國在最近的時候和那個越南激情一些和平的簽訂條約 但我方想告訴大家一個地方 就是根據於民國99年6月的一個由少儀學者的資料告訴大家說 其實南海各國紛紛在擴充自身軍備的裝備 對方便有 如果既然他們想要和平談判的話 那為何他們要不斷的競爭軍備呢 那豈不是自打嘴巴嗎 欸我們和平談判 那雙方都應該自動主動撤軍才對阿 那為什麼雙方卻 為什麼依然紛紛增加軍備呢 他們怕什麼 他們怕就是 他們被武力做後盾的時候沒有談判的籌碼 我方知道就是說 和平固然重要 但前行是 我們需要有一定的自保 還有那個什麼自我防衛的能力 才有和 才有足夠的能力都要談判 所以我覺得對方便有在這個地方很荒謬的地方 再者 如果真的是說 以和平來看是不該駐軍的話 但目前其實中共和台灣 其實目前兩國也算和平 但為何台灣要撤軍 西約也很簡單 是因為中共 從來沒有放棄武力犯牌 結果成如越南 以及南海各國一樣 他們從來沒有放棄說 不以武力去侵略其他海峽和島嶼 所以我們才需要買個保險 我們才是要駐守軍備在上面來進行防備 第二個 再來就是反方不能做的地方 就是反方他們沒辦法 第一個就是沒辦法防衛南沙群 只有我們太平島 就是我們剛才就是成如 我們正方一變拿出好幾份資料 就是說其實 越南和其他國家對於太平島 其實是虎視眈眈的 而我方駐軍就是為了要防備 這些發生 我方知道就是說 因為國家的領土和主權 是急需要被保護的 就像我們賺到硬幣藝術 耗費大量的資源 我們也需要保護我們國家的主權完整 這應該是台灣積極去爭取的 而不再去 而不再是放棄那個主權 不再放棄主權 這個 那個什麼 趙國才學者的資料有指出說 他那個就是 南海各國將什麼 台灣放棄 撤離太平島駐軍的行為 視為一種放棄主權的做法 而導致 而導致台灣不受重視 再者 對方變成要 想要和平談判嘛 所以之前台灣 為何會撤軍 就是為了要 向各國表達善意 好跟各國好好談判 但我們看看最近台灣 撤軍之後有什麼樣的結果 台灣撤軍結果很簡單 就是各國完全不理會 台灣的所發言 所作所謂 完全把台灣秉俗在各國之外 就是台灣為了要表達 和平和青山所做的結果 是根本不受各國重視 帶著我這邊有一份資料 這是 這是 陳欣之學者的資料 他說 他說 中華民國 認識一個不能忽視的政治實體 是因為說 中華民國在1995年 有曾經對於 越南御書船進行砲擊之事 好 越南因此而提出強烈 然後還 和中華民國進行一些溝通 和談判 我剛剛知道是說 駐軍之後 會有一些 一些什麼 像是 炮擊 或者是軍事演練 會使各國感到 是說 台灣是其實是 真正的想要積極去 守護這個島嶼 所以才會和他談判 但 所以才會想要談判 而對方必有 目前只是 目前 目前不駐軍 只是一延遲 目前他 台灣的一些政策 並不能保證說 台灣能夠從上國際桌 至少 至少近二三十年來 台灣撤軍之後 依然是沒辦法 被其他國家 所證視 所以我剛剛知道是說 台灣必須要保護主權 必須要經濟 什麼 那個參與外交 需要一些比較強硬的作為 而不像之前一樣 那麼柔弱 百方一遍 上台質詢 各位好 方菲你好 方菲你好 作為最後一輪墨跡 我們來確認一些 基本事實實 實證上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 這個部分 民方剛剛舉出一份資料 告訴我 曾民國九十九年 學者指出 南海各國的擴充軍備 是 是 那你有沒有聽到 我方剛剛舉出和平的資料 和平會談的資料是 2011年民國幾年 民國一百年是今年幾月 十月 請教一下 所以你是哪個過去的事情 再跟我們講現在的狀況 剛剛必須 其實民國九十九年 比起今年只差 還沒不到幾個月的時間 對方必須聽說 是過去的資料 還是很可疑 對方必須 那請教一下 誰的才是真正現狀的資料 對方必須 我覺得 那就是陳如剛剛我所承認的 我覺得很奇怪 既然對方和平 謝謝對方必須 完全沒有不了 謝謝對方必須 沒回答問題 我們再繼續看 你說我們在2002年 是不是有跟那邊的各國簽一個什麼和平的資料 他們約定 你們剛剛在那個簽一頓 就去拿一頓 然後舉出這個資料 可以揭曉一下嗎 呃 段佩奧我方不太清楚 段佩奧我太清楚說 你方 不是 您方正方一列 在質詢我們 反方二列時候 舉出一本資料告訴我們說 在2002年 我們跟那邊各國的國家 簽訂了相關的和平的東西 我想確定一下 是有些意思 沒有那個我們知道還在選擇 我沒有辦法再選擇 但也有這回事嗎 你確定 其實我這方 我沒有看到資料 我現在不開始找 所以你們不知道 你方舉出的資料是什麼 那沒有 那至少剛剛有說這句話 謝謝 好剛剛有說這句話 我不曉得沒有說這句話 對方便 對方便 你完全不知道你們的資料狀況 那我再請 那我 好 那先確定 我先確定您方 正義應該是有看護資料 有清楚這個狀況 那我想確認一下 我國策軍是什麼時候 這是1999年 謝謝 1999年沒錯 那指教一下 我們是在撤軍前還是撤軍後前的那個東西 02在1999之後還之前 之後 謝謝 那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方便 所以你方告訴我們 所以你翻開基論認輸 對方在 謝謝同學 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基論認輸 台灣有參與 對方便 剛剛這個史證我們已經對過之後 就這個數據就已經拔向監視 我們往下看 謝謝 剛剛沒有我們往下看 其實把子彎放在一個虛無飄搖 剛剛沒有我們剛剛都在講 史證 這是你方的史證 你剛剛往下看 可是我方 你要不要聽我的問題 好不好意思 我再往下問 那請教一下 那您方有 您方的意思是我們只要有駐軍 對那邊才會有影響力 對不對 是剛剛沒有 是謝謝 那請問一下 1999年之前 我們是有駐軍 有你所謂的強硬作為 您方有沒有任何一份實證 可以告訴我們說 在那個時候 我們是如同你講的狀況 沒有 這邊有寫字 花線地方可以請你臉給我聽吧 謝謝 對方便 我方講的不是有沒有砲擊 我方講的是 有跟您方說的 我們加入那邊的會談 1995年台灣 台灣那個什麼 對他對越南團隊其實砲擊 所以越南團隊 對說 談判了什麼 他說提出強烈的抗議 至少對方便 我們如果沒有 罵罵而已 謝謝 對方便我們再往後看 那請教一下 我們在撤軍之後 有沒有發生 您方所謂任何的武裝衝突 在我們太平島上 巨星現在1999撤軍 已經有10幾年之久了 有還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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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那海巡嘛 那海巡就在做事情 它有一個部分就是不可以 讓別人傳進來 還是在來繞去 對方便 對方便 往下問 我是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在撤軍 已經十多年現在 有沒有所謂的軍事衝突 有還是沒有 告訴大家 我方從一遍的開始就是說 越南一直對台灣人 有想要侵略之心 有沒有軍事衝突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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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你完全搞錯狀況 我只是想 確定一下 而且如同你講 如果是軍事警方衝突到的情況 謝謝各位 反方三遍 上台聲論 各位大家好 那我方稍不敢說對外面有荒謬或是什麼的啦 那我方嘴下想強調的部分是 對外面有可能有誤判這些事情 首先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是什麼 是一個國際關係的議題 對外面有今天整個社會過程當中 犯的最大的方面是太過一廂情願 當年古巴危機的時候 蘇聯也告訴美國說 我在古巴放的這些飛彈 不會直接攻擊到你 它是一個防禦型的飛彈 你說美國信不信 美國就是因為不信才弄出了古巴危機 兩邊就開始出現這種 這就是因為 國際關係之間 彼此兩國之間的情報 不像是要沒有曾經舉過那個例子 小朋友在面前要打我 看得到 我知道他擺錯的拳頭是強硬還是開玩笑 可是國際關係之間 你必須要仰賴 過去發生過的狀況 一些歷史的脈絡 去作為借金來判斷 為什麼我方要去詢問 APEC的狀況 為什麼我方要去詢問 以前有駐軍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曾經這樣 都要沒有獲得 他方所謂的門票或籌碼 為什麼你要去詢問 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原因是因為 這些過去在國際關係上 已經發生過的東西 才能夠成為你 判斷未來國際情勢的重要的證據 而不是我一廂情願的說 我駐軍以後 我很樂觀的認為 只要我大聲的宣稱 這不是要攻擊你 這是防禦型武器 裡面裝的是對防空炮彈 而不是巡弋飛彈 你就相信了 可是一旦誤判 這邊的情勢就被升高 而這是對岸邊有今天在 雙方在第一個證據檢證 就是現況檢證上面 對岸邊有沒有解釋的 對岸邊今天舉的東西 我方有聽到 包含軍備競賽 以及山佛大學的研究 可是我方怎麼要舉那份 今年10月的和平協議 教授告訴大家 南海區是要走入一個 長期化跟談判化的趨勢 大家不再想在這個地方 繼續去弄武裝了 對岸邊有所謂的 過去有沒有去提升軍備這個部分 事實上因為其他國家 相對於我國而言 那是他們的原海 他們只要擴增的海軍 都可能被解釋為增加軍備 可是事實上 就島嶼攻防戰而言 各國有沒有真的在這個地方 進行的強硬的島嶼攻防戰 這讓比在當中我們不知道 大家都只是在擴建自己的海軍 可是這沒有辦法 中共是一個在成長的國家 越南也是 兩國在改革開放之後 有大量的金錢 大量的國防支出 投入到海軍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南海是衝突區域 所以大家當然會覺得 他的海軍擴建很理所當然的 就像我剛才說一開始 我就會判斷 他應該跟南海有關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中共的航空母艦 到底是一個國力的展示 是一個國防武力的展示 還是真的對南海有什麼企圖 不知道 但我們看得到的事情 確切的東西是什麼 是最新的情報指出 這個地方即將要進入會談 而我們現在的國際策略走向是 如果可以在某部分 這種借助中國的力量 讓我們加入 例如說WHL 也許有人不贊同 也許有人覺得這樣很 上市一部分的主權 可是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能夠加入的話 獲得開發的機會 就有我們加入了世界衛生 衛生組織的那個機會 所以在防疫這個方面 防止SARS 防疫H1 F211這些東西的控制 真的有效的時候 才是最重要 這是我剛才強調 為什麼他方反而會破壞這個機制 原因是因為 一旦你走路了他方想 就是我們真的去裡面投入軍備競賽 人家才不願意讓我們談 原因是因為 就跟他們北韓 北韓他們就是在做這個東西的典型 從剛開始 剛開始人家還被願意跟他談一點 有六方會談 後來甚至人家斬斷了六方會談 因為有人家發現什麼 如果你的局勢就是要跟人家玩軍備 而怎麼講一講不聽的話 結果人家乾脆幫棋跟你談 就會走入北韓那個困境 現在連六方會談都沒有了 所以這就是我剛才為什麼強調 不可以那樣走的原因 而且對方沒有今天台望 但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方一直強調自保 可是對方沒有一開始告訴我們那66億的投注叫威嚇 也就是說你的自保是指防禦型舞弊 就好像我國現在在島內做的東西 那可是他方講的那種大量的投入國防禦 他方也說威嚇武力的時候 我方才會去告訴大家 告訴對方沒有 那就會形成堆高軍備競賽 你用66億的國防預算 投注在一個南方的島嶼上 而且你也告訴大家那叫威嚇史 就是我就是有點想恐嚇你說 你打我我就打你河內 這個時候越南不緊張嗎 對方沒有 他的設計的規模他告訴我 你還不主張我方不相信 謝謝大家 正方二變上開諮詢 各位 東彈 bios你好 東彈 bios你好 東彈 bios好 東彈 bios你好大號 東彈 bios想先請問你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跟我方都同樣希望台灣 可以站在和平的談判桌上談判 那請問一下 民方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才有可能被納入談判桌 變成談判處的一方 就一樣做經濟措施 例如說提供中油的探勘技術 然後分一杯跟越來越來 就是經濟探勘嘛 所以好 那對方便我了解 那對方便我想請問一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台灣駐軍 就引起那邊的緊張 如果會引起那邊的緊張的話 越南駐軍 潛在六面駐軍 為什麼我們那邊沒有繼續緊張 反而進入河南呢 沒有 我說過 原因是因為對相較其他國家而言 那是他們的員行 他們去擴張海軍設備 這也是中華民國的沿海 為什麼不是我們的沿海 對 可是你剛才你的策略 是要投注威嚇型的武力 也就是說 一旦你附屬了飛彈 而這個飛彈的射程 在他們的沿海 是因為太平島是一個在越南很近的地方 可以恭喜它很多重要城市 幫忙扶持一次 包含 如果我們今天駐軍 後來我們只是防守性的駐軍 那這樣對方便我可以 對方便我說了 這叫一廂情願 蘇聯也向美國聲稱 在古巴的飛彈 只是要協助古巴做防空 對方便 我剛剛不懂 為什麼寧方的和平條約 就不是一廂情願 我記得在二次世界大戰前 日本也剛跟美國簽訂和平條約 可是不久日本就簽了整齒港 我知道他們有邦交 然後美國 然後日本單方面失魂 至於他們有沒有簽訂 標準和平條約 那美蘇護夫侵犯條約呢 美國蘇聯德蘇護夫侵犯條約也是一個例子啊 就是在國際租上 對方便我方想跟你說的是 在國際的情況之下 沒有什麼是永遠的朋友跟永遠的敵人 大家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主的 沒有 關鍵就在於 現在這個地方跟二次大戰的戰時 之所以不能做比較失魂 德蘇護夫侵犯條約的失魂 實在已經開戰了 等於是德國跟蘇聯都已經進入戰備狀態 可是這個地方還沒有進入戰備狀態 就是戰爭的狀態 那對方便有讓我再問一個問題喔 所以對方便有你也認為說 我們增加駐軍就引起緊張是不是 可是沒有 照民邦設計的那種 可是對方便有 我們這邊有一本資料審視說 其實中國大陸認為就是台灣駐 他其實中國大陸不是很反對台灣駐軍這件事情 沒有 那份資料你幫他證明 他說的不反對 是不反對民邦的66億喔 因為就國邦認為 一般我們台灣台灣駐軍 應該都是恢復陸戰隊乖乖女去 做反登陸戰 可是民邦一開始說明 是66億的投入 而且國邦一邊質詢的時候也問說 是不是有可能不所謂的 民邦也沒有否認 而且66億應該不是指的是 洋洋進入戰隊 國邦認為要足夠有威後的 對方便有 謝謝 對方便有我想再請問一個問題喔 是不是其實大家要認同你的主權 大家才會跟你坐下來談 如果大家認為其實 太平島不是我們 對方便有 在我國的國際情緒上不是必然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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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也沒有承認我們主權 他們坐下來跟我們談 這就是事實 他們從來沒有承認過 他們在中國面前不敢承認我們主權 可是他們在這個會議當中 必須要跟我們談 但是對方便有 我們也不想要放棄任何一塊的領土 為什麼對方便有 剛好 我方便有放棄領土 可是對方便有 這邊有一份資料顯示說 這是我們軍隊撤離 東沙島跟南沙巡島的行為 可是視為一種放棄主權的主權 然後沒有放棄主權跟放棄 他這樣判斷 真是要可能有問題 第二個是放棄主權跟放棄領土 這兩回事 國下世代要事當中 我們主權民主 政府的民主 對方便有我方知道 但是為什麼 我一直覺得是對方便有 為什麼我們大家 他判斷我們幫你主權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主權就是對內最高嘛 我還是有派遣 我還是有派遣 我的人員的權利 對方便有我想問一個問題 對方便有不好意思 好請說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其實可以駐軍之後 我們也仍然積極的參與國際的談判 我們也握有國際的衝法 這兩件事 對方便有衝突 也不定數的嘛 對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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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還是認為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駐軍就會引起戰爭 就是會和平 這是我們一向前面的想法 對方便有 但問題是對方便有 現在的狀況也是那邊 也是紛紛駐軍 可是他們還是坐下來談了 謝謝大家 在欣賞完 雙方精彩的交通後 休息四分鐘 四分鐘休息後 由反方節變 先行上台做節 休息四分鐘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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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告訴我們說他希望能夠維持我們領土 因為為了避免的戰爭 或者是要告訴我們可以做到分辨桌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最簡單 最簡單的實施見證 就是什麼呢 我們以前駐軍前 我們在駐軍的時候 有他說的這家好處嗎 一個都沒有 那我們撤軍之後 反而是 如果對方變得正義鼓舞的話 反而是撤軍之後 2002年我們才開始簽訂的條約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撤軍了10多年來 有對方說說武裝衝突嗎 或是暫停行動嗎 完全沒有 而且這還是對方沒有的前提 是他們在增加武力的前提狀況下 還是沒有 這不是 顯然對方的國際 是不能得到事實的見證 那麼回過來講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告大家 是個國際關係的壓勾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說 都要跟他意向正義 原因是因為 國際政治最有趣的一點 就是 別人怎麼判斷 不是指著你怎麼說 重點是他們怎麼信 他們怎麼來解讀這件事情 對方朋友一直在問我方說 欸 如果照你的說法 越南 中國 都有軍隊啊 可是為什麼可以找到核心難桌 其實是國防為什麼要告訴大家說 那是一件在 像是他們改革開放之後的事情 即使就是 這是可以被理解 可以被解讀的 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後 整體鼓勵提升的一種展現 這是可以被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他們怎麼檢視我們台灣這樣行動 我們說過了 要看國際局勢 要看你過去的狀況 可是我們發現我們完全在逆勢操作啊 因為現在國際情勢如我方講 他是陌入和平談判的過程啊 所以就國際情勢這樣完全逆勢操作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不過就我們過往做的意思嘛 我們一再的保證說 我們沒有要逐軍 我們沒有要逐軍 九點之一 就是我們沒有要逐軍 但是現在怎麼樣 完全反而反毀 那以後我要怎麼信你 你今天拍胸脯跟我保證說 沒有問題我絕對不是要欣賞你的領土 他為什麼要欣賞你這件事情呢 而且你過去的作為明明 就是一直往和平路徑走 你現在突然180大的轉彎 你是判斷那邊局勢升高了嗎 可是好像又跟我們整體局勢不符 那怎麼辦 我當然要嚴重一點的判斷 今天我發生在一邊聲音速度高啊 這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這種安全困難之下 可能他會開始對我們的漁船找場 可能會對我們的C1班那種運動去進步找場 為什麼 那我好歹至少不要跟你放尋一飛彈 我才知道吧 這多危險的一件事情 可是其實我們為什麼只講到這裡 那是因為辯論比賽 我們希望用比較保守的推斷方式 國際政治是想沙板推 但是辯論比賽 我們希望盡量保守一點 他其實最可能 最嚴重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他判斷 如果你要升高的話 那我乾脆先拿下來好了 用絕或壞 有沒有什麼可能 是有的 但是又變得比賽 我們希望保守你 那對方便有反問我們說 那請教一下 那你的狀況 又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你的狀況 能夠幫我們走到普通會談 其實第一個 依據過去實證的發現 不管是在iPad WTO WHA 我們整個加入這些 國際會談方式 完全都不是用軍事的力量 我們是靠經濟的力量 來加入的 所以老實講 如果是要說誰的方向 比較有可能可以進入這些國家會談 我們認為根據過往時針 也是我方說的入侵是比較有可能 對我國而言 那更進 更 退一步來講好了 就算雙方都沒辦法加入普通會談 OK 那這邊你打 但是 我們不會耗費你所謂的66億資源 不會耗費這一點 但是 我們不會有像零方陷入安全困境的這樣 惡性循環中 我們不會有這個可能的方式 所以即便退步來講 我們就算我們現狀好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加入普通會談 大家還是不尊重我們主權 但是至少不會是兩點厲害 這兩點厲害就是正方的承擔事情 所以依據整體的總益比較 我方認為 我們不應該重新駐軍南大群島 謝謝各位 請正方節便 上台做節 nu 問號再聊 各位 氛 consolidation 問號再 Control各位 就是首先只想比賽到這邊 其實我們還是想重申一下 我們的想法 数 我們認為那邊應該要助軍 其實是不只是一種自我保衛的方式 我們同時也希望駐軍的這個行為 可以成為我們在那個地方 不管是軍事外交上面的談判籌碼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講 其實對上邊有說的也還蠻有道理 大家也會希望說 那邊可以進行和平的談判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共同開發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 共同開發的背後是什麼 你要有那個地方的領土 你才有辦法擁有那個附近的海域 甚至附近的資源 你才有辦法去開放那件事情 但是台灣目前不駐軍的狀況之下是什麼 我方剛才也舉出論文在要顯示 告訴大家是說 那地方不駐軍之後 會讓國際越來越忽視 台灣在那個地方的主權 甚至會產生一種國際形勢的誤判 讓身為台灣 已經慢慢要放棄那個地方的主權 我們想說的是什麼 我們當然也會希望 今天我們可以回到和平談判桌上 用和平的手段 用文明的手段 去爭取我們那個地方的權益 但是當我們發現最基本的那個權益 已經受到根本的侵害的時候 我們就是應該要勇敢的站出來 告訴大家是 那個地方是我們的 首先要讓大家知道那個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才會有談判的手碼 讓我們回顧整個歷史背景來看看 那時候當初台灣在撤軍的時候 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我們希望能夠釋放出善意 告訴大家是說 在那個地方我們願意釋放出我們的善意 我們要撤離我們的軍隊了 那請大家用和平的手段 跟我們維持那個地方的和平 但是10年20年過了 我們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那個地方的不管是越南、菲律賓 他們的軍事手段衝突頻頻的增加 他們並沒有因為台灣的撤軍 而恢復一些跟我們和平的手段 然後接著連印度那些不想幹的國家 也想來揹一揹根 所以我方想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不是我們不想要和平 不是我們不想要談判 是我們絕對不能夠失去那個地方 我們要駐軍 要有最基本的防衛的力量 這樣告訴大家是 你來侵占我們的領土的時候 那是我們的 你們不可以過來 我們會把你趕走 而且我方還是不太懂的是 為什麼國際 對方便有可以把國際的增兵解讀 為是他們國家的一種成長 的一種表現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不行呢 我方認為 既然那個地方是我們的領土 其實我們就 我們就應該要增兵 我們就應該要去保衛我們的領土啊 而不是像對方便有那種被動 跟消極的去 好像讓我用和平的手段 就可以一定換取到和平談判的籌碼一樣 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 我們並沒有換到和平的手段 也並沒有爭取上任何進到談判處的機會 國際的情勢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大家認為我們台灣已經慢慢 忽視那個地方的土地 反而是國家認為我們台灣已經慢慢要放棄 那個地方的主權 所以我方想說的是什麼 我方完全贊同對方便有所說的要和平的手段 但是最根本的是我們的主權不能失去 我們的領土也不能被霸占 我們要強 該強硬的時候台灣不能再害怕 我們就先壓壓強硬起來去駐軍 然後 然後我們再跟著去跟對方談判 而不是讓大家頻頻的在那邊上演軍事的 一些談判 去把台灣永遠都排除在外 因此我方還是認為 國國南沙群島應恢復駐軍 謝謝大家 在欣賞完雙方精彩的比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欣賞更精彩的裁判的獎品 首先呢我們請王冠雄 簽聲王冠雄老師來為我們獎品 主持人其他兩位評審老師 以及在座的兩方政壇雙方的辯士 大家好 首先呢我想 我必須要跟雙方的辯士道賀 因為你們今天已經是 把你們的最好的體驗表現出來了 而且經過了 我相信在之前的所有的隊伍的比賽裡面 你們能夠進入最後的這個 最後的這個前四強 你們都已經是經過了相當多的練習 以及相當多的演練 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必須要恭喜雙方的辯士 那在接下來的話我想 對於雙方的這個表現 我自己會是從套句現在 這個股票裡面的說法 技術面跟基本面 那從技術面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雙方的辯士都已經把你們的 最好的那個表現的那個 再符合我們辯論的這個基礎上面來講的話 已經是達到一個最高的一個表現出來了 在這邊我沒有太多的一個陳述 那最主要的話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基本面上面來看 那今天我們的題目 題目在這邊寫得很好的 已經很清楚的是 第一個是我們應不應該去恢復南沙的這個祖軍 那所以換句話講 這是一個政策面的問題 我忘掉剛剛是哪一隊有提出來 這是一個政策面的問題 那問題是在於今天如果說 我們這是一個政策面的一個表現的話 那我們很簡單的區分為兩塊 第一個是政策工具是什麼 再過來你希望達到的政策目標是什麼 那今天兩隊我覺得你們都採取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確定那個政策目標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工具去彌補它 對不對 所以對於對於正方來講的話 你們是希望就是維護主權 所以祖軍 那從反方來講的話 你們強調的是經濟面 所以不應該祖軍 應該是採取別的一個方式 然後你們雙方都有採取了很多的這個舉例 那我會覺得這個舉例的上面的話 可能啦 可能的話如果在可能的時間範圍裡面 你們應該去理解一下 你們所矩陣的一些內容 那雙方都有一些矩陣出來 但是事實上覺得那個部分的話 可能還需要再加以補強一點 至少你們對於你們所舉出來的東西 你們要能夠具有一些的這個 正確性 我必須要這樣講 這些正確性 舉例來講好了 這是我自己剛剛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你們把我們國家在1999或者是2000年 西元1999年或者是2000年那個時候 我們在那個地方的軍隊的這個改變 我先講這是一個改變 你們會把它解釋成為是撤軍 但是我會覺得你們可能在對於那個時間的 一些資訊的收集還不夠 仔細去看一下當時我們政府的一個說法 當然有人說這個只是一種這個遮掩 我們當時的說法已經不是撤軍 我們當時的說法是換法 那所以也就基於這個原因大家去 你們都沒有去用到了今年的2011年6月份 2011年6月份我們也不說我們是重新駐軍啊 對不對 我們說的那個做法它是我們把駐守在那邊 海巡人員的訓練是由海軍陸戰隊的訓練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說是把重新駐軍 那所以這個裡面我會覺得這個 在這一個歷史的這個認知上面的話 可能會必須要去留意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是在於這個國際法的 這個概念上面的運用的 你們都有用到2002年的 那個時候我看到你們兩邊的辯論 我覺得很有意思啊 的確正方你們提出來2002年 在當時的應該是一個質詢的這個內容的時候 那但是你們也提出來了2002年的那個 但是問題那2002年那個根本不是我們台灣簽的 根本不是我們台灣簽的東西 所以要去留意你們運用資料的那個正確性 還有對於反方來講的話 你們一直在強調有2011年的一個6點 那個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簽署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也不是一份法律文件 請注意那不是一份法律文件 因此在是不是法律文件的這個確認上面的話 會相對來講會對於你們在後面繼續去推論的時候 就會造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我這樣我在這邊就先這個很簡單的說到這邊了 那那個還是一句老話 恭喜雙方便是 你們經過了這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 那也祝福你們在下午的表演當中有更好的表現 謝謝 謝謝王老師 王先生 那我們接下來請鄭彰雄 鄭先生來為我們講評 主持人 王老師 劉小姐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首先也是跟王老師一樣 恭喜兩隊都進步很多 比在初賽的時候已經有深入 推理 論證 這方面 當然都比上一次在東海大學 在中英大學的時候 舉算的這個初賽裡面 也可以說是進步了非常多 這也特別表示敬佩之意 第二點的話 剛剛王老師所提的 為什麼今天有沒有派過王老師的文章 王老師是藍海的這方面的專家 我自己都收集了很多王老師的資料 剛剛王老師所講的都完全正確 所以你們所引用的數據跟論證 應該還要再去加強 深入 去考證 否則的話 會變成總偏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的話 我想也提醒各位同學 就是你在做一個論述的時候 事先要先把他定調 譬如你在公 在法 那麼你在正方之方面 你的定調是在哪裡 我剛剛聽你們講的話 是在談到所謂的主權 然後所謂的核准 把它達到談判的目的 你的定調是定的 那麼反方的話就是說 希望用核准 然後來做經濟上面開發 那麼你定調定好了以後 在工坊之間 就要收集很多的 正確的資料來做論證 那這樣的話 就能夠 support 你這個定調 發揮它的所謂的光芒 更加有利 這點很重要 很重要 那過來一點的話 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你在論述當中 要特別注意到所謂的 正當性 合理性 跟前後的一致性 只是說你在正當性拿出來 這個正當性 是有依據的 是有依據的 那你知道這個合理性 這個合理性在推理當中 是大家能夠建成一個共識 能夠接受的 第三點就是說 能夠前後一致 那我建議同學就是說 你們假如將來再有機會參加各種比賽的話 一定要把所謂的資料 要重新加以分析歸納 然後寫出你自己的一套東西出來 然後一套東西出來以後 在剛剛我跟妳提醒各位的 正當合理一罐 然後做一個有利的論述 那這樣的話 想起來就非常的生動 非常的活潑 而不會被這個資料所空住了 因為你這個資料 你假如沒有經過論證的話 也許這個資料不見得會一致 每一位學者老實說寫的 也不見得完全一致 那你必須要把它論證好以後 吸收消化 轉換回自己的 然後在剛剛我跟妳建議的 用正當性 合理性 習慣性 這樣論述出來 然後再定調定好 那你這一篇的論述就非常的OK 就非常OK 大概是利益不敗之地 當然也許在工坊之間 在工的那一方面也許會弄一些實至合規的 但是你的定調 它就定在這裡 不為手動 甚至不會被牽到別的議題外 在國務教練去 那這樣你就守住你的陣線 這樣你還瞭解嗎 這個在辯論的時候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我想給各位做什麼 那最後我再提醒一下 就是說 國家無論政策怎麼樣決定 國家有責任保護我們降臨 有責任保護我們人民的生命殘殘男權 這是國家成立的什麼目的 那麼所以我們的所作所為 你們在工坊的時候 都要一見國家的最大利益做恐嚴 以這個來做論述 我想更能夠有堅實的基礎 我想以提上的理解 提點意見 給各位做個參考 也希望你們能夠有機會再參加下午的 更冠養軍的戰 特別做一個期望 好 謝謝各位 謝謝陳彥珍給我們很重要的演講評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再邀請我們 劉沛珊 劉女士來為我們做精采的講評 謝謝 兩位老師 雙方天使一支賽場 各位大家好 那其實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國際問題的研究 沒有前面兩位老師這麼的專業 所以就這場比賽 我大概就是對兩邊 對於在辯論技巧上面的一些推論 還有一些連結的部分 提出我的看法 那其實今天 今天正方其實是很明顯的 離現狀比較遠的一個持方 所以其實我今天對於正方要求會比較多一點點 也就是說今天改變了現狀之後 究竟能不能夠達到你們想要達到的利益 或達到你們的規論 就是太平島有被攻擊的威脅 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因為各國的軍備都不斷的升高 所以你覺得我們也 感覺我好像有被受威脅 所以我們應該也要 強化我們的防禦能力這樣子的概念 可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並沒有針對性 也就是說你如果覺得 只要各國的軍備都有在增加 你就覺得我們有受攻擊的威脅的話 那其實就如同今天後來反方攻擊的是說 那今天你的軍備增加了 那其他各國是不是也感覺到自己被威脅了呢? 就不是真的好像你說的一樣 就是只是展現我們有防禦的能力 而不是要攻擊 就是人家給你的概念 同時人家也會解讀你的行為 用同樣一個概念去解讀 對 所以就很容易 應該說反方到後來就很容易說服我的 是說這樣子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還是說這樣子其實就會陷入了後來反方推論了 各國的幾個軍備競賽 甚至就是人家覺得你根本就是 有意要挑釁或者要升高這個地方的這個情勢 所以根本就連談判桌也不會讓賞 就等於是後面反方的一些推論都很能夠 就很容易的可以被接受 那第二個部分是 你們在很後面的時候告訴大家說 其實啊 你看我們一放棄駐軍之後 而我們沒有駐軍之後呢 好像就有很多的那個船艦會在太平島旁邊 繞來繞去 但是這個部分你只告訴我一個現象 這樣子一個船艦在太平島上 太平島周圍環繞 代表了一個什麼樣的意思 不知道 第二個部分是 那這樣子一個現象 目前的海巡數有沒有辦法解決 不清楚 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這樣子一個現象就要贏 就是要讓你恢復 在太平島上的駐軍 就沒有連結性 感覺上沒有這樣子一個需要性 好 第二個部分是 究竟我們的駐軍能不 恢復駐軍這樣子一個動作 能不能夠讓我們能夠加入一些會談 或者是加入一些 就是讓國際能夠正視到我們 其實在前面的討論裡面也發現了 我們之所以沒有辦法參加這樣子一個和談的場合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並沒有被承認 因為中共的關係 我們並沒有被承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正方一開始就沒有做 把駐軍跟那個和平的部分 就是參加會談的部分有做連結 因為中間就已經卡了 其實你們也承認 這是中共的打壓的問題 對 那第二個部分是 後來反方用了一個推論 告訴大家說 當時我們在有駐軍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沒有辦法參加任何的會談 那沒有駐軍的情況底下 也沒有參加會談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頂多只能證明的是 這個參與 駐不駐軍是不是參與會談的一個關鍵 或者是影響因素 應該就不是了 所以這個時候 正方怎麼能夠 正方沒有辦法推論告訴我說 因為現在沒有駐軍 所以我們也 我們的善意人家也沒有理我們 所以那我還不如恢復駐軍好了 這樣的承認很奇怪 因為你當初有駐軍的時候 人家也沒有讓你參加這個和平的會談 那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我們恢復駐軍的時候 你就覺得可以參加到會談 這邊的就是邏輯是變得很奇怪的 連不起來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們又提出來一份告訴我們說 因為當初啊 我們在有那個軍力的時候啊 我們曾經砲擊過人家的那個菲律賓的船艦 所以這個時候 菲律賓就離我們囉 因為菲律賓就向我們提出嚴正的抗議 當然啊 你打人家 他當然會對你提出嚴重的抗議啊 可是這樣的嚴重抗議是我們 是你們一開始 想要讓台灣參加會談的這樣子的一個 國際離我們的方式嗎 好像也不是 所以你舉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究竟要達成什麼樣的效果 就不清楚就不知道了 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我們就會發現是 其實今天正方想要改變現狀 想要達成的目的 應該是說今天正方想要達成的目的 沒有辦法藉由駐軍這個手段來達成的時候 其實今天我的分數比較高給的是反方 對 那另外我覺得其實正方 後來一直就是 一直有一個給我的感覺就是 駐軍就等於是擁有主權的一個展現 可是其實這個部分是不是這麼絕對 我覺得很 這中間應該還有很大串的推論過程 而且其實你們一開始在深論的時候 也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其實在太平島上 有很多的基礎建設 對 我們甚至有我們的海巡署在上面 其實海巡署就等於是我們的警察機構 如果他不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沒有辦法在上面展現主權的話 我們為什麼可以把海巡署放在上面 或者是從事一些基礎的建設 對 所以到後來就把他簡 你們把他簡化成 駐軍就等於主權的展示 甚至你們用資料上面的一句話告訴大家說 在資料上指出我們當初放棄駐軍就等於放棄了 這個地方的主權 其實這對於我來說 會是一種專家斷言 因為沒有告訴我說 為什麼這兩個中間是有關聯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之後可能在引用資料上的一個解讀啦 或者是在那個點跟點之爭的邏輯推論 或串聯的情況底下可能要再加強 那如果有我們有講到的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等一下找我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剛剛就是劉女士為我們的講評 那我覺得就是說聽完三位的講評之後 我相信就是同學在笑的時候應該就是有一些 新的一些想法 再一次的謝謝就是三位評審 為我們這麼就是陪了我們兩個小時 要給我們那麼重要的一些意見 謝謝 那我們已經平環分了 那現在呢我們就在此宣布 第一張評分單 正方比反方 一百三十三 正方 一百三十七 反方 有反方獲勝 第二張評分單 正方比反方 一百四十二 比一百四十四 有反方獲勝 今天的比賽 本場的比賽 本場的比賽 勝方為反方 我們先請雙方的辨識到台顯來 然後我們就是握個手 做個合議 你們 journal by 正方 或是說實 謊言 他請 trusts 一百四 稍為含著 一千二十四 請 一百五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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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 全部堆平安yang 請 investors ión Photoshop 哈哈哈哈 1,2,3 谢谢 谢谢 恭喜你们 好,那我们本场的复赛就在此圆满结束 那我们就是休息 那请各位队伍准备下午的比赛这样子 谢谢各位 也谢谢三位裁判 谢谢